婚礼时间 拿扇子的女人 Fam Alivandai 她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 毕加索 1904年春 毕加索在巴黎摩马特高地定居下来 随着她生活逐渐稳定 又感到了爱情的温柔美好 她的蓝色风格时期也宣告结束 柔和的粉红色调 开始渗透到她的画布上去 比如说这一副拿扇子的女人 创作于1905年 现在保存在美国国家美术馆 就在画面上出现了温柔 而又柔和的玫瑰红色 加入了原来单一的蓝色当中 给整个画面注入了青春火力 爱情的美好仿佛出现在画面上 粉红色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毕加索的油画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下一集我们将到巴黎奥赛博物馆参观 欢迎时间 法国巴黎